主位上次是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来谈谈福慧与双修 前一阵子我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有人劝其他人要修福报 他说这个修福报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不修福报的话 下辈子会没饭吃 那只有修的福报 下辈子不管是做什么事业 都一定会赚钱 那一定有吃的有助的 所以如果是修福跟修会两者来比的话 一定要先修福 如果只有修会的话而不修福 那下辈子就会饿死 没有饭吃很可怜 那所以这个人他就劝人家 一定要修福报 那在赔福跟修会这两者来比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一定要修福报 修福报是一定是比智慧在先的 其实在佛告诉我们的话 修行就是要修会双修 那修福报跟修智慧 我们就是看在什么样的因缘 做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只有偏向修福报 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没有办法 有清明的心 那智慧没有开 那智慧不开 心不够清静 不够清明 当然我们在修福报的过程当中 就很容易产生种种的烦恼 所以像有些人去到道场帮忙做义工 或修种种布施行 虽然都是在修福报很欢喜 可是在修福报的过程当中 如果执着没有去除 那对很多事情 我有很多的在意 坚持自己的想法 很多的挂碍 在这当中便会和别人产生摩擦 自己当中心也不清静 产生了很多的贪嗔痴烦恼 那这样子的修福报 就会非常的可惜 所以那如果说只有坚持修智慧 不愿意去修福福报的话 到场有人需要来一些人力的帮忙 那办法会啊 或者是做其他种种布置 那你就说 我才不要了 这些只是福报 那跟这个 跟我的修行没有关系 我最重要的就是想要持戒 想要打坐 想要读经 想要诵经 等等 让我的心能够很清静 那这些修福报是外向 是外在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一样也是把心偏到一边 把修行落到一边去了 因为这样子的说法 就是指重智慧而不重福报 那这样子的 所谓的重智慧 其实也等于没有非常的有智慧 因为毕竟心偏到一边 那怎么可能算是一种智慧呢 那不想去修福报 也是变成是某一种执着 那这样子 当然就谈不上所谓的 心是清明的 心是清静的 心没有任何的偏执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学佛 告诉我们的 要符慧两祖尊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这个 符慧双修的公案 就符慧双修的公案 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所谓的 修福不修慧 大象皮音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托空波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只有修行 只偏向福的这一方面 那只有每天不断的赔福 赔福德 那就不肯花时间去修种种智慧型 这样子下辈子很有可能 投身变成一头大象 那这大象呢 他身上批了很多的阴落 意思就是有很多的珠宝啊 然后吃的薄薄的 住的好好的 就像刚刚说的 有人觉得修慧跟修福的话 一定要先修福 因为修了福报 下辈子就会吃的跟住的都很好 不会饿死 那做生意也都一定会赚钱 可是如果是就这样子的言论来看的话 好像下辈子一定会当人 其实不见得 我们按照这一句来告诉我们的 修福不修会大象皮音落 有可能你修了福报 那你种了种种的福报 吃的住的都很好 可是你下辈子投胎是一头大象 投胎变成一只动物 我们看像现在有的人 家里有很多的宠物 不管是养蜥蜴 养小猪 养猴子 养猫 养狗 那把这些宠物都当成自己家里的一份子 那对这些宠物 宠物也是百般的呵护 给他们吃好的 住好的 甚至都还比人住的还要好 那所以你们看到 这些动物呢 它其实还是在畜生道 畜生道是算三恶道当中 所以就算吃好的 住好的 但是它的智慧心不够 所以在这当中就会变成是因为修福报 那没有修智慧 所以智慧没开 那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想想看 如果是一只动物的话 那它的心 够清明 智慧未开 所以这个决心还不太够的时候 如果要修行 修福报 那要去听经文法 都会比较辛苦 比当人还要更多的障碍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修福 如果不修会的话 偏向一边 下辈子就是像大象一样 虽然修了种种福报 让自己有吃有住有穿 非常的舒适的环境 那但是这个智慧却没有开 那相反的另外一边来讲的话 就是修会不修福 那修会不修福的人 因为不修布施 不修种种福报 没有跟别人结善缘 那在这当中 就算自己很亲近 很用功 一个人独自修行 那也许智慧有开 也许定力有具足 但是虽然是解脱了 正德的罗汉果 可是正德罗汉果 因为上辈子没有修福报 所以这辈子 就算是个罗汉 要出去脱步起时 在外面也是 都是空手而还 那有可能就是 什么都没饭吃啊 就很可惜 为了这个臭皮囊 为了这个色身 而感到非常的辛苦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刚刚讲的这一个 福会双修的重要性的公案 这故事呢 是出自于杂批语经卷第一 我们看他的原文 习家设佛时 有兄弟二人 出家聚为沙门 胸好持戒坐禅 一心求道 而不好布施 地好布施 修福而喜破戒 就是以前在 家设佛时代 有兄弟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出家修行 这沙门就是以前的 所谓的修行人 就成为 在印度成为沙门 喜欢持戒 喜欢坐禅 一心求道 可是呢 他就不喜欢出去 跟别人结缘 不喜欢去帮助别人 不喜欢修种种的布施行 可是弟弟刚好相反 弟弟很喜欢修布施 修种种的福德 可是虽然是修福报 但是他的德还不够 因为他就是 对于戒律 对于产作这方面 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下一段 释迦文出世 其兄指佛出家修道 吉德罗汉 而独福伯 常换衣食 不充 与诸半等 游行启食 而独不饱 常独不饱 刚刚讲的这两兄弟 是在迦舍佛时代 那现在 他们两个 投生到 释迦牟尼佛 释迦文 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 这哥哥呢 就出家 而且修道 非常的精进用功 就很快的 正德罗汉果 因为他上一世 在迦舍佛时代的时候 非常的精进用功 修了种种 这个智慧 所以这辈子出家 很快的就 因缘献前 正德罗汉果 就所谓的罗汉果 就是出了三界 他就不再受轮回之苦 他的缺点就是 伯福 意思就是说 他虽然修德了罗汉果 可是他唯一的这个障碍 就是他没有什么样子的福报 那常换衣食不充 他常常的因为就是 不管是穿的 吃的住的等等 都不充裕 不只是不充裕 不充盈 实际上根本就还不够 所以他常常因为这项 而感到烦恼 换就是烦恼的意思 那还有就是 他跟同伴出去游行起食 就是到城外 因为他们就是在城外修行 那有时候要到其他的城里啊 到其他地方去起食脱拨 可是跟别人一起出去 脱拨起食的时候 常读不保而还 也就是他回到修行 他自己的 依止的住的地方 或者是树下一宿 或者是在金色 他跟同伴出去 别人都是可以 拖得到食物的 那只有他常常空手而还 所以常读不保而还 只有他 要么都吃不饱 要么就是 就是只有拖到一点点的食物 所以他都吃不饱 或者有时候甚至就根本就是拖空拨 可是这个地点呢 他就很不一样 其地生相中 伪相多利 能却冤敌 为国王所爱 以好金银珍宝 应若其身 风树百户意 攻击此相 随其所需 这弟弟 他就投 在史加姆尼佛这一代呢 这个是 这一世就投生到 变成一头大象 那我一向多利 这头大象 他非常的有力气 空无有力 他能够在打仗的时候 永远都是能够 把敌人退散 所以因为这样子 国王就非常喜欢 这一头大象 所以为国王所爱 以好金银珍宝 那国王就用了 很多的金银珠宝 来庄严他的这头大象 所以阴落其身 也就是把这些肩膀啊 当成他的阴落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大象披阴落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不止这样子呢 让他穿得好 住得好 还风树百户意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城呢 就有好几百户人家 那这些人家的税收 都是要来攻击这只大象 让这个大象随其所需 大象不管是吃啊 住啊 用啊 穿的啊 等等 都让他衣食无缺 然后让他非常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那这位哥哥呢 他是出家当比丘 而且已经是挣得罗汉国了 那有一次呢 他就是刚好就知道 直视大减 就是刚好遇到这个 有可能是旱灾啊 或者是种种的一些 苦难的日子 所以大减 也就是说 整个税收都是欠收的 所以在这当中 两股都不疯 那是当然呢 如果大家都没有饭吃了 那他要出去 其实更不可能 讨得到食物 所以他连续七天不得 都得不到任何的人的供养 末后得少粗食 那最后有一天呢 终于到第七天 得到了一点点 这个很粗略的食物 非常粗鄙的食物 代得存命 七天没得吃 最后终于得到 一点点些微的食物 差不多可以让他 能够活下来 不会一命无辜 先知此相是前世兄弟 便往一向前 那这个哥哥呢 他是比丘 他先就是先前 他知道呢 他其实是因为正道罗汉 他有宿命通 他有他心通 然后他有这个宿命通 他就知道 这一头 辟阴落的大象 是他前世的兄弟 前世的弟弟 所以他就去找 这一头大象 手桌向耳 而欲之言 他就走过去到大象的旁边 然后在他耳边呢 就跟他说话 他说 我与辱具有罪也 我跟你啊 我们两个都有罪 这罪就是过失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 一个重修复 不修会 一个重修会 不修复 所以这样子都是 偏一边的修行 因此他们两个 都有过失 相辨思维比丘 以吉德自恃宿命 见前世因缘 相辨仇忧不负饮食 这头大象 听了这位 罗汉比丘 所说的话 就开始去思维 他说的 他的过错在哪里 所以他就是 自恃宿命 这时候呢 他的因为 前辈子修的福报 还有这辈子 罗汉对他 所开始的 他在这个思维的 过程当中 他就看到 他自己的过去生 那知道说 原来他以前 就是喜好破戒 不修禅定 不修种种智慧 也不听经文法 不读经 不抄经 不诵经 那只是一天到晚 去跟别人 结所谓的善缘 所以这时候呢 他的心当中 就感到非常的苦恼 非常的愁虑 所以他就决定 就不再去吃东西了 不服饮食 那相子不拒 面望 白亡言 相不服饮食 不知何意 这相子就是 照顾 照顾大象的人 那照顾大象的人 平常因为 国王 专责 你要去照顾 这头国王 最钟爱的大象 那所以他一定要 把他照顾的 无为不至 可是现在大象 不吃饭呢 他一定很紧张 很害怕 因为如果大象 出事了最后 他也会有 也会有罪的 国王一定会怪罪下来 那他就会吃不了 兜着走了 所以他就赶快去 告诉国王 他说 相不服饮食 不知何意 这头大象啊 他都不吃 也不喝 不知何意 不知道他心在想什么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那向王问相子 先有人犯此相否 那这个国王就问 这个照顾大象的人 就说 先就是之前 之前有没有人 去侵害或者是干扰 去侵犯这头大象啊 有没有人对这头大象 做了什么事 相子达王言 无他义人 为见一沙门 来自相边 须与便去耳 这个照顾大象的人就讲 没有其他什么 不平常奇奇怪怪的人 但是呢 有看到一个出家人 来到这个大象的旁边 那他来到他旁边 没多久 虚于便去 很快就离开了 这时候国王 王极遣人 四出密此沙门 有人于林树间的 便设此沙门 将亦亡遣 国王他就派遣 他的底下的这些随众 派遣他的这些兵将 他到处呢 四出密此沙门 到处去找这一位 出家人 在有他的这个底下的兵将呢 有人就在林树当中 在树林里就看到他了 便设此沙门就把他抓起来 把他带到国王的面前 国王就问沙门 他说 至我向边和所道说 你到我的大象旁边 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呢 沙门大汪言 无所多说 我执欲向言 我与辱 具有罪恶 沙门就跟国王说 我什么都没有多说啊 我只是告诉他 我执欲向言 我只是告诉这头大象说 我与辱 具有罪恶 我们两个都曾经犯过失 而且是很大的过失 这个过失是跟他们修行有关的 修行有所偏颇 使沙门便向王具说 前世因缘事 这时候沙门呢 他就对国王就义无一时的 把他们前世两兄弟的修行的 因缘的事情就告诉了国王 王毅变悟 这国王一听了 他的心便有所领悟了 他就知道这个福跟慧德 他们两个修行有所偏佛婆 那为什么他的大象 现在决定不吃不喝了 所以即放此沙门 令还所指 所以他就马上把这个沙门 就把他放走了 因为刚刚他的属下把他抓回来 现在呢 国王就把他放走 令还所指 指就是这沙门 他所住址的地方 他所修行 临间修行的地方 就让他回去 他原来的地方 所以从这个公案 我们这个故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佛陀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修行 不可以偏向任何一边 如果我们修福 但是拒绝去修慧的话 那么我们下辈子 就像就可能投生到三二道 就算我们投生到人道 那我们会过的好日子 吃的好 住的好 可是有可能 我们虽然生活很好 但是我们的智慧就不够清明 我们可能就比别人愚痴 我们的这些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等等 如果我们修智慧 那我们拒绝去修福报的话 那么就会像这个哥哥一样 就算是修了种种的界定慧 可是他正到了罗汉 但是因为没有修任何的福报 他看清福报 他不屑于故 所以最后 你没有跟人家接善缘 你没有布施 那你当然什么也无所得 我们说舍得舍得 你没有舍怎么可能得 所以这辈子 就算正的罗汉果 还是托空伯 所以我们这边在提到 福会双修 就是其实修福跟修会 两个都很重要 我们修行 就是要像佛告诉我们一样 要修行中道 不落两边 不是只有福德 先修 然后福德全部都修 圆满具足了 再来修智慧 也不是只修智慧 把智慧全部都修好了 修具足了 那我再来拨时间来修福报 所以修福跟修慧两个 其实就是随一因缘 在什么因缘 做什么事 我现在是有因缘 可以修福报的 那么我就把握机会 去修福报 那我现在有因缘 可以修智慧 那么我当然也是要 把握这个因缘 该听经文法 就去听经文法 现在有人要教禅修 那我就去学禅修 那我有时间能够出力 出钱 那么我就去修福报 我看到别人在痛苦 需要有人救济 那么我也随手来救济他 这个就是在修福报 所以我们就是在什么因缘 做什么事 随缘修福 随缘修慧 不要只有偏向福报 或者偏向智慧这一边 那当然呢 其实我们修福 修慧两个 双修的话 其实是福中有慧 慧中有福 意思就是 譬如说我们今天在修布施 那我去帮别人 我在修布施的时候 别人我这个 譬如说这个人他有困难 那我可能给了他多少钱 那这就是一种布施 或者我不是我的时间 这个人在痛苦 不只是我的时间 我在陪伴他 给他爱与来安慰他 或者这个人 他现在拿东西拿不动 他需要某人来帮帮忙他 我刚好看到了 我随手修福报 帮他把东西抬起来 减轻他的负担 这个就是修福报 可是我在修福报的时候 我修完随手修完 我就放下 我没有执着 我不会去计算 我今天帮你了 你还要回报我 我今天帮你 那哪一天你没回报我 我就会很痛苦 我会甚至跟你计较 觉得说我帮你 你怎么没有回馈 所以这在当中 就会缺少智慧 因此我们修的福报 我们常讲三轮体空 我今天布施 那么我不施 我不执着我不施的东西 不执着我不施的价值 不执着我有 这个是我在修布施 那所以你要回报我 也不执着说 你是我帮的对象 所以没有我在修布施 因为我们人 其实也是四大甲合而成 哪有什么一个人 哪有什么一个固定的我 哪有一个什么 我高高在上在帮你 所以我在施舍你 那也没有对方 这个你受布施的人 如果我们把它看得很重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今天你受我的福德 你受我的资助将来 那么你也应该要回应 那还有就是我帮助你这么多 那我希望得到对等的对待 我对你好 你也要对我好 那这样子的修福报 是有所求的福报 那它就会缺少智慧 而且会造成我们很多的 贪嗔痴的执着 那如果会中有福 所以刚刚讲的福中有福 就是我们在修福报的当中 要能够舍得 要能够不执着 要能够看开 那修了就随缘就放下 那会中有福 同样的 如果今天修智慧 修定力 修这个禅坐等等 那我在修行这些过程当中 虽然这些都是跟智慧有关 会帮助我断嗔痴 可是我修行了之后 我可以随缘跟别人分享 当我今天读经了 我懂这部经 那有人来问我经当中的 异理的时候 我如果吝啬不跟人家分享 那么我就没有福报 可是如果我能够很大方的 不会把这个佛告诉我的经典 这个异理 我所学得的异理 当做是自己的 那我很大方的跟人家分享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福报 或者我今天觉得 我今天譬如说 我去受了菩萨戒 那从这戒当中 我得到了很大的法喜 有修行 有很有感悟 那么我也能够劝别人 去受菩萨戒 劝别人去受三规 劝别人去修五戒 那劝别人也能够来读经 然后把这个 我读到的这么好的经典 或者禅修的法门 可以跟别人分享 也鼓劝别人 让别人一起来修行 那这个不就是在会当中 具足有福德了吗 所以这个福中有会 会中有福 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不用把福跟会 把它断然而分 能够把这个整个圆满修行 这个才是最殊胜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常念归佛两足尊 那这个所谓的两足尊 就是福慧两足 那足就是具足 所以佛他是福德跟智慧 两个都具足的 是最尊贵的修行圣者 那不只是福慧两足尊 他也是戒定两足尊 所以佛他的职戒 戒得圆满很殊胜 那他的禅定功夫 也是最高的 所以最深的 得正的这些种种的 生的三昧 所以我们今天 既然我们如果要修行学佛 那我们就是要学像佛一样 福慧两足尊 也能够界定两足尊 因此修佛又修慧 修慧又修福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不偏相福也不偏相慧 在什么因缘做什么事 今天现在有人需要我帮忙 扶他一把 那么我就是随手修福报 今天有因缘 有人来讲经说法 有人来教禅修 有人要来传授戒法了 那么我有因缘 我有时间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就赶快去把握时间 来修种种的智慧 所以在修福又修慧 那记得福中有慧 慧中有福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修行的话 那么我们修福又修慧 生命度空过 好刚刚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福慧这个故事 那这个是出自于杂批语经 所以修福不修慧 这个是填到一边 修慧不修福也是落到另外一个极端 那我们修行就希望 我们能够福慧两足尊 也能够戒定了祖尊 所以我们不只修戒定慧 三五六学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戒定福慧 四者都具足 那祝福大众都能够修福 又修慧 生命不空过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